保險公司State Farm計劃從明年起 對房屋保險費用進行高達30%的調漲 此前該公司已實施近20%的費率提升 租戶和公寓業主的保險費用 亦可能分別增加52%和36% State Farm作為加州最大的住宅房屋保險提供者 佔有五分之一的市場份額 加州保險部門發言人表示 目前對State Farm的財務狀況持有重大疑問 將對此進行深入調查 遂現保險費率的調整不會馬上生效 但政府正在修訂相關規定 而試圖在2025年為居民提供更多保險選擇 尤其是對於處於夜貨高風險地區的居民